國家衛建委於2023年1月8日開始以保健康 防重症為主調的全面優化境內的防控疫情措施 防寬對外通關 相信境內外的旅遊活動會信告轉往 在現今嚴冬季節要出外旅遊就必須有預寒衣物 而波斯登 當會是受惠的企業 波斯登股東應佔日理於截至2022年9月底為止的2022至23年度上半年 所達7.3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5.04% 即使較上年度6.38億元所增31.4%要低16個百分點 仍屬佳積之因 乃核心的日與勇服銷售和回報皆穩好 收入38.57億元同比增加10.2% 即使不及上年度所增的百分之15.88% 為經營日理7.95億元的百分之41.45升幅 遠高於上年5.64億元的18.98% 究其原因 主要受惠於 I. 主要品牌銷情理想 特別是 I. 波斯登品牌的期內收入35.22億元同比增長8.5% 對穩定業務業績表現有十分重大正面作用 和 二 雪中飛收入1.74億元 則上升百分之29.4% 比上年度的百分之9.5%要多增20個百分點 二 三 冰傑 收入3680萬元同比增百分之11.8% 而上年則減收百分之74.1% 反映出三大主要品牌發展日趨平均 銷情和回報棍界 值得注意的是 波斯登取得兩階中期業績的其中原因 位在零售經營結構作出頗為重大改革 包括 二 自營業務收入12.2億元同比增加百分之3 略低於上年度的百分之3.5升幅 為批發業務收入25.13億元增百分之17.2 批發所賺的邊際利潤相對可觀 至於 三 專賣店的零售網絡 到2022年9月底時 有1563間店 同比減少163間 和第三方經營2107間則減24間 市該集團的店舖總數達3670間和減少139間 二 貼牌加工管理業務易穩 收入18.95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32.7 經營日利3.15億元則增百分之54.4 乃受惠於全球疫情於期內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使此項業務總體有良性的發展 訂單有所上升 為表現最佳的板塊 麻煩的是其他業務表現差勁 三 女裝業務經營虧損3712萬元 上年度上賺2444萬元 和同比大幅減少百分之67.4 而多元化服務虧損427億元同比增加34萬元 減虧百分之14.7